那好吧,今段讲讲什么呢? 讲讲这个大楼BB最为争议的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在这个猪导友有很多朋友做懲教 当年就有一个懲教的人员被警方抓了 就说他帮助一些囚犯和外界通讯息 大家要把这个回带回当年90年代初期 正处于这个主权交接的过渡时期 最出名是什么?香港AK47和金浦杰案 三大罕匪,包括我的偶像张子强 张子强连成哥都这样动,还不是,一定呱呱 叶继欢和桂炳雄 在上世纪香港的裙匪装当中这三个人的极尽空悍 大家有没有记忆呢? 郭富城的哥都是在,他是做警察的 当时他是在这些枪战金匪劫谱那里过了身的 是吗?真的不知道啊? 叶叶叶,我的脑真是装死的 即是在麦华街的瓜老衬? 未必是麦华街的 1996年,数有世纪罕匪之称的张子强 和这个有盛世世纪财王叶继欢强强连手 就密谋包办了这个李嘉诚的结案 一开始他们本身的目标就是李嘉诚 打开个list,香港十大首富,是吗? 傻的都知道搞谁了 咦?但是,阿成哥身边呢,九万个保镖 那他比以前叶叶大敌叶,硬大敌鸳 是 bleiben患啊? 硬大敌鸳身边的厉 appetite 他是老鼠拉龟揉不住那怎么办? 咦?但是,因为他发觉,李泽巨身边是没有人的 那个人自己一个人上了,上下先上去下长盾 领ங的下来,他把这个目光转发出李泽巨身上 但是說了那麼多 為什麼跟大樓有關呢 當初有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因為葉繼歡被人抓了之後 又不知道在哪個碼頭上岸 看到一個剛剛出爐的警察學堂心丁 不知道他是害怕 亂槍打尿 神勇幹探 剛好就打倒了葉繼歡的腳 這個呢 朱隊友都曾經聽過一個小故事 當年我也有認識一些警察的朋友 他也曾經聽到老師傅說過 他說其實這件事真實的案情是如何呢 就說那天剛好有一個警員仔 當年還要走單筆的 不是走馬筆的 不知道 那時候警察就比較安全的 自己也在說 那好吧 去巡代碼頭的時候 剛好就看到葉繼歡他們在那裡上落 之後呢 葉繼歡他們幾丁有人強馬壯 整個船槍 整個身槍 腰筋都插著 可能是把左膿之類的東西 那葉繼歡就看到這個警員仔 哇 手藏腳鎮 他心想 我來做世界 廢視之外新知啦 他就視意 叫這個警員仔 你走啦 不搞你啦 你當沒見過啦 廢視扮你 要不然我的搭茶飯就做不到 是不是呢 那好吧 如是者他就入走警察啦 在爬啦 刺頭這樣 那好吧 葉繼歡轉身的時候 誰知道這個警員仔突然之間 神挪一發就射中了他的腰骨 從此令到我們偉大的賊王葉繼歡就落馬了 那好吧 那關大樓什麼事呢 一開始呢 那個Nameless呢 頭十大呢 就在逐一數的時候呢 張子強呢 和桂炳熊呢 就想著啊 喂 那當然啊 李嘉誠啦 霍英東也有錢的啊 那 哇 但是張子強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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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啥打啥 霍英東這個名字不能碰 為什麼不能碰呢 首先呢 霍英東黑白兩度都非常夠照 當年啊 傳啊 在香港的地位超然的程度呢 霍英東出街是不需要戴保鏢的 富豪不戴保鏢啊 你現在富豪的孫啊 在學校啊 都要保鏢在門口看著啦 還有霍英東和內地的關係呢 是緊密密切 還要出名慈善家 一生捐款過百億 但是 都有人說啦 霍英東是點起家的 他是這個啊 啊 咩咩咩 啊 向太太那些啊 是朋友來的嘛 是有些灰灰的啊 黑黑的啊 還有 當年有傳啊 他是賣軍火的嘛 怎麼搞他啊 哦 那這些我小時候都聽不少的啦 但是我覺得 直到我是機械說人啦 霍先生 前半生的東西 我都沒出生 我都不知道啦 真是道勝逃雪啦 但是 我記得在我有印象以來的時候 霍氏一族都已經舉出輕重的啦 不是說在香港 香港故知也不用說啦 一定是他在國內啦 哇 不得了 如果不是他的後代都不會娶到跳水皇后啦 有很多個版本呢 就盛傳為什麼劉聯紅要幫葉繼歡呢 照顧他那個沒有結婚的老婆和女兒啦 那最有可能性的呢 就是當年呢 那個name list上面呢 是有劉聯紅的 劉聯紅都頗容易得手的 是吧 但是呢 葉繼歡就說 不要搞他啦 他以前呢 是我老闆 我在香港呢 打過他工的 那他老母呢 對他們的員工呢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老闆 就是老冬家就放過了他一馬 咦 那倒也有道哦 但是可能這些都是 劉媽媽積落的福音來的哦 因為以大家所知啊 大樓哥哥都罵火 他罵得挺凶狠的哦 還有啊 還有一個傳聞小故事呢 就說當年呢 葉繼歡呢 在大樓的吊線廠那裡上班呢 是幫他救過一場火 然後呢 但是就燒傷自己 當賞同老闆殺賞的時候呢 老闆say no哦 咦 那不在前設下都不搞他 不會吧 那究竟是A 還是B呢 那就不知道啦 那另外一個 額 頗為爭議的呢 就是 那最爭議性的呢 就是大樓呢 去資助一個 那麼重犯 這些叫做 雙天害你的劫匪的妻兒 那當然啦 她的女兒呢 是後來學業有成啦 考上了這個北京的清華大學啦 現在都應該不知道在哪裡 在謀高位的啦 她是到 出生之後呢 出生之後呢 大樓是圓圓不絕 每一個月呢 都有拿過慈善基金 去資助葉繼歡 當年沒有結婚的女朋友 跟她的女兒的啦 喂 那好說不好聽 爲什麽要幫這些人呢 這些是應該要得到報應的嘛 我覺得是 是有命命中啦 我不覺得要幫這些人啦 那聽下大家交情啦 說真的 大樓哥哥 有這麼多身家 喂 她呀 喜歡幫誰就 誰都可以給她幫的啦 是不是呢 問題就是 爲什麽要幫你呢 又不叫她幫豬隊友 是不是呢 那應該有些交情的 有另外一個 最為人尊重樂道呢 當年 2002年 羅文先生呢 喪禮上面呢 又掀起一輪的罵戰啦 那呢 我又看回 很久很久之前 《一周刊》 我真的是第660期 在想著是多久之前 那羅文呢 就有傳呢 他死後就欠下了巨債 就要由這個劉鑾雄呢 易贈啊 100萬 應急 那當年呢 被大樓BB呢 堪稱為這個 治瘡委員會的 治瘡委員會 的成員呢 就包括當年 和153去 不知道什麽什麽 馬來西亞登台呢 污辱了 藍杰英的大哥 啊 就在一個寧堂外面 強烈反擊 就說 哎呀 羅文好可憐啦 不是死一次 死兩次 一次是肝癌死 另外一次是被人屈死 我啊 大哥啊 包括他助手 和劉培基 任何一個治瘡委員會的成員 都沒有接受過 這100萬 然後呢 那 羅文的老友啦 英王集團的老闆 咩 都被捉 就說了 他有被捉喪葬匪 就否認扣起任何白金 那自己和自己說就說 哎 好看不過眼啊 劉連熊啦 整天在發炮啊 那樣 那就看大樓BB說什麽了 大樓BB呢 原來這麽多年前 20年前 他已經很喜歡幫人家起花名的了 他就說那些發霉過氣大樓 還有那些業餘龜婆啦 知整佬啦 這些爛頭卒 喂 我連他幕後老闆 笨葬之聲都沒怕過啦 怕他是有牙老鼠呀 難道 喂 真的很可愛啊 我大樓BB 那發霉大樓呢 我覺得就是153個Friend 業餘龜婆呢 就應該是過了生的 瘦瘦姐 瘦姐 是不是 知整佬呢 就應該是說 跟這個所有當年巨星做這個Fashion 做Design的Designer 啊 啊啊啊 劉 喂 喂 是的 那其他呢 殯儀之聲呢 我就猜他是不是講誰呢 我又猜不到啊 那就是要找小文姐來了 當年啊 TWINS 阿嬌啊 都說過的 他說 大樓才是殯儀之聲啦 然後大樓就說回他 他就說 你們啊 只不過是殯儀之聲 弄出來的炮灰 嘩 2002年我真的沒有follow得那麼貼 那時候我還在讀書啊 大哥 嘩 殯儀之聲 嘩 我都真的完全不知道什麼來的 這個好像是那些 叫做什麼 隱世武林高手傳下來的名號來的 說得很厲害啊 當年啊 大樓就說 我啊 你們知不知道啊 是不是啊 羅文過身之後啊 他有很多那些 醫療費啊 醫院費啊 住院費啊 有很多呢 是沒有交的 然後他那兩個姐姐呢 又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是托上托托到我 我就說 哎呀 我立刻 即日借 立刻給錢 不是給你的 治瘡 治瘡委員會啊 就好像是嗎 人家問你 喂 喂你現在是嗎 出去玩得多有愛知哦 我就說 我有看過醫生 醫生說我沒有病 我抹我回答你的時候 你就說 哎 你都沒有 就是人家說你有病 你就說 我有看醫生 又沒有回答又沒有病 是嗎 那到今時今日 我看回一些報道呢 羅文那兩個姐姐 和親戚是沒有出來說過話 說沒有收到呢 都是一些圈內的公眾人物 那我就覺得 會不會好像 像之前阿妹那樣 當然阿妹那個 很特別的媽媽 和大佬就 再奇葩一點 但是 都是 當初他們都是有這樣說過的 就說那些 不知道什麼 那些徒弟啊 那些朋友啊 搶了阿妹的錢 那我覺得 是不是他們溝通不足呢 我又不相信 大佬寶寶 要出來拿威 我說我有給過一百萬你 你說你沒有收過 喂 那我未必給你的嘛 我不是啊 喂 有時候 可能誤會了 或者可能有某些人 中飽司狼落格 怎知道呢 可能我給的是他最親密的Friend 或者他的隱藏另一半 一定要給老母的嗎 一定要給親人的嗎 你傻的 不是的 大佬寶寶很搞笑的 是嗎 他說 叔骨呢 就是殯儀之星的性格 他又不是出不起 是嗎 他又滿足於找人殯 我現在啊 他又盡量控制成本周圍 扔人心口 那個面子和宣傳就要做到盡 喂 好過出錢買廣告啦 那大佬呢 還叫阿殯儀之星 放馬過來啊 夠膽啊 他幕後老闆出來啊 拆辣氣我啊 我奉旨不會找司機 找阿嬸代我說的 他是不是想暗指喪馬懷 說某人呢 這次的欠債風波呢 其實不算債務 大佬BB就說了 是一些未給的款項 包括兩次入住馬里醫院 還有住院費 護士費 大概當年 計算是二十多萬 銀行的借貸是一百九十萬 每月供款近三萬元 炒司機和非用姐姐的賠償金呢 就十五萬 嘩 這麼貴嗎 還有羅文天台漏水 他都知道啊 羅文天台漏水 聶業主立案法團 要羅文隔份十幾萬的維修費 淋淋總總加起來就六十幾萬 由於這個羅文就未立為足 幾萬元的不動產呢 就未需要解封須時 那所以呢 羅文就 種種這些就叫做欠款了 那大樓BB我覺得他是有幫 我覺得啦 他有幫的 就不是一些人所說的話 他在他死了出來之後 要自己宣傳 喂 不用啦 我買個袋子啊 給大美人啊 都已經上了C1了 我洗鬼出來做這些 籌款賬災輸賬嗎 還有這些錢啊 其實省子都不是啦 對於大樓哥哥來說 喂 真是得淡笑 我用不著靠這些宣傳 還有這些 難得說的負面的東西 我覺得不會啦 那好吧 我給大家幾個大樓BB 當年 很久之前 建過一些花朵 我想猜一下是誰 一個呢 他就說什麼 專業小雞 專業小雞是誰啊 他就說什麼 那些前娛樂版記者 即是甘比啦 他就說什麼 活死人六月飛翔 屌 今時今日證明是嘛 其實大樓也有說過大話啦 另外一個 他說他老千雙人 就說他不喜歡被指 羅兆輝燒炭自殺事件有關 他就說要懸紅三千萬美金 就搜集證據 幕後黑手老千雙人的罪證 喂 那我真的猜不到 老千雙人是誰啊 他就說了 華倫地勞啊 他呢 就將他的外將 寧元亭 召開記者會 澄清和烏有正拍拖的一事 烏有正不是啊 是吧 1997年 兩大港姐 爭那個這樣的海馬牌 那個太子爺 九點鐘睡那個有錢二世祖嗎 那有人呢 說自己是華倫天奴的弟弟 華倫地勞 華倫地勞 我真的猜不到的 大家是吧 獻一下妙招 炒反手排骨 這個我猜不到 羅兆輝呢 一直指 一直愛惜他的大樓呢 和很多人呢 都不合雅的了 大樓呢 和羅兆輝對質的時候呢 就指了羅兆輝是一個 炒反手排骨 好厲害哦 大樓BB呢 他說他自己常讀書看書 所以他有很多創作的idea 他說周星馳有很多戲裡面的 巧啊 或者金句 是和他一起創作出來 他和昇爺 啊 他和昇爺是friend的 如果不是啊 甘比怎麼入到他馬房啊 甘比是靠啊 昇爺暗中 牽線 介紹他給大樓認識的啊 哦 這樣的啊 哇 又有些淵源啊 又 哦 這個就真的有可信性啊 這樣 好啊 還有呢 我突然記起呢 剛剛 朱思拉呢 又說到 賊王葉繼歡 又說到 說他應該就報應之旅啦 其實 我都認識一些懲教的朋友呢 其實 都透露那些 真實 真實資料給我的 就是其實葉繼歡到最後呢 在醫院死的那一晚呢 他最後死的地方是在廁所裡面的 他是在廁所裡面的 那其實 就是 這些就是 會不會是 到最後應有的下場呢 大家都不得而知啦 大家都不得而知啦 但是他最後那幾年呢 都真的所有事情都衰竭 都其實都 死了都幾慘的啦 還有他都差不多 在放牢之前 好像不知道早 差兩年三年 我忘記了了 就離開人世了 他都 永無出獄之日 但是呢 他又很慶幸啦 現在沒有死囚 又或者不會像 英國佬年代 的 仆街政策啦 英國佬年代呢 就算你騙了一個死囚 死了之後呢 你的屍骨 都沒得拿回 你家人 就會擺起死囚墳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死囚墳 也是現在呢 在聖鐵堤坑灣 裡面的碼頭 向左直入呢 就會有個鐵絲網 那裡寫著懲教範圍的 那裡就是 那裡正正就是 死囚墳場 不過就是日久失修 還有 都連死囚的家人都沒有了 所以呢 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那 所以到最後 葉繼歡 都可以給他的七人 拿回的遺體 都叫做 去走運 好啦 那今集說到這裡啦 拜拜